你不是請了一天的假 我想說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才會放下工作 想說你就不會來了 既然家裡的事 今天沒有辦法解決 我就先處理能解決的事 你的料都備好了吧 我們開始吧 在開始之前 先跟我說發生了什麼事 我是不是我爸趕出門了 怎麼會 時間是說來話長 但是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我這個做姐姐這麼失敗 連弟弟會去哪裡 有什麼朋友我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一整天你都在找他 或許我可以幫你找到他 真的嗎 你可以幫我找小諾 給我二十四小時 我一定找得到 二十四小時 太慢了嗎 要不是六個小時 不 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之內肯定找到 不 我會那麼驚訝 是因為也太有效率了吧 不管你最後找不找得到 更要花多久的時間 我都謝謝你願意幫這個忙 那你等一下把小諾的資料給我 那我們今天就把秉倫的影片 仔仔細細的看一遍 然後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造作 看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好 怎麼樣 味道對嗎 如何 已經很接近了 可是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 味道還是不對啊 明明每個步驟都很確實啦 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錯 難道今天就不能有一件事情 被解決嗎 為什麼什麼事都做不好 材料已多備齊了 醬油也是宜蘭了 連小毛都加了 到底是 妳手不舒服 有一點 來 別動 妳現在是李晨的員工 又是我的秘書 都是受受傷了 會影響我的工作 增加我的負擔 沒關係 好多了 謝謝 我們繼續吧 請你們別練了 妳先休息 我來休息 我先去住個房子安靜下來 我不要 我如果拿妳的錢的話 我爸要說我準備靠別人 我不要被他看不起 要當總經理夫人 你也可以追他 總經理早 早 我今天才發現 你的眼睛好美 總經理 你最近應該會有桃花唷 我最好玩家 妳暴宿 你活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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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活著